就是延伸,因為上一期的課程 我們等於是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把它存檔 最後應該是講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最後是怎麼樣呢 我們最後就是把這個 最後的這個member.tst 有沒有 我是直接放在哪裡 放在根木木底下會有一個叫member 的一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檔的話呢 因為它是直接從雲端上面貼資料 50個會員 然後我就把它另存新檔 裡面的話它是UTF8的編碼 所以我們在讀檔的時候還記得吧 讀檔的時候 我們用F物件 那個內建有個方法叫做Open Open的話呢給它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就是 它的檔案的名稱 因為我放在根木木底下 所以不需要什麼SIMA 斜線什麼什麼 就是不用給它磁碟機 跟目錄 那第二個的話是要 讀取模式 R 第三個的話 編碼方式 那編碼方式 如果你預設是 ANSI 有沒有 如果你這邊假設是 ANSI的話 那不用加 沒關係 因為預設就 ANSI 可是如果像我們這邊 預設好像就是 UTF8 那我就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的話 它會 發生錯誤 OK這個應該有印象 那我們為了要抓什麼 抓這個資料裡面 最後我希望得到的結果 不是全部 而是希望讀到什麼 就是姓名 跟什麼呢 姓名跟手機 是不是 姓名跟 對姓名跟手機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 不要 就是 就是 五欄全部 我要姓名跟手機 第一個 我要兩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要 10個 10列就好了 到第10個會員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應該長這樣 如果我的需求是 希望 幫我寫個程式 可以把 最後的程式 把它存到 根目的底下 它的檔案名稱 就是叫 Member底線 rpt report 副檔名的話呢 記得用 這個 CSV 副檔名是CSV 好 這個好像最後是講到這裡吧 我把它打開 這個我已經 弄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姓名 跟手機 只有兩個欄位喔 有沒有 然後呢 也只有 10筆資料 會員的話呢 只有 到那個 紅袖方 這個 如果要寫出像這樣的程式的話 那應該怎麼寫 另外順便講一下 CSV的話 除了它預設是用 Excel開 當然你也可以用 記事本開啦 因為它其實 本身 就是一個 文字檔 所以你如果按右鍵 不要直接左鍵兩下 你如果右鍵開啟檔 也可以用記事本開 那你會發現打開之後 它的結構一定就是 在藍跟藍中間 它一定是加什麼 把這個 放大一下 這個字有點 太小了 把它放到 16好了 你會發現呢 CSV 的結構呢 一定是藍跟藍中間 加豆點 然後尾巴是 Enter換行 它的結構固定是這樣的一個文字喔 所以其實CSV C應該是 Common 就是Common 然後分格的一個 一個檔案格式 然後 這個其實充其量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OK 為什麼 Excel可以開 因為Excel看得懂 所以預設就用Excel來開 但是它基本上 不是一個 這個Excel檔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後面延伸的問題 如果我希望喔 幫我存成Excel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有沒有 最後因為需求蠻大一部分是 我希望Python 直接丟到Excel 沒有 那後面 就可以直接 給User 端 有沒有 你又給他 不會 他不會說 你丟這個東西給我 我沒辦法 處理 或者是你丟一個很複雜的格式給他 他覺得 天啊 你可以轉成一個 我可以用的 最沒有問題應該 Excel 所以喔 後面 延伸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 存成 這個CSV 之後的話 那 我就 該怎麼做 當然呢 我後面 用的方法 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我用TrialGPT 發現TrialGPT他有答案 而且答案還蠻好 所以我待會跟各位講 那所以呢 我們複習一下 第一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取前十列的話 前十列怎麼做呢 其實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 這個字有點小 回圈的地方做一點事 有沒有 For回圈 這邊有沒有 For I in range 然後呢 編號從0 0.11 11的話是到10停下來 所以他基本上會跑的範圍是0 0.1 0.2 0.1 一直到 10 那所以呢 他的順序基本上就是從 這個 這個是0 對不對 因為呢 他基本上 跑的順序index 所以你只一定從0開始 最後一個一定這個地方就剛好是10 所以我取 這個回圈呢 用回圈 來決定說你要取幾個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要怎麼知道我要姓名跟手機 這兩個資料 所以喔 這個地方很重要一點 其實就是在 處理那個 串列喔 那跟各位講喔 在Excel裡面喔 我是覺得資料型態 最重要 就是串列 因為如果你不懂了 這個 處理串列的問題的話 那真的喔 以後程式很難寫 甚至未來跟那個Excel結合的時候 Excel裡面呢 他本身的儲存格 就是一個串列 串列就範圍啦 OK 那一個儲存格就放一個資料啦 就大概這樣子 而且甚至串列還有一維串列跟二維串 所謂一維串列就是 橫向 橫向的一個範圍 那如果說你有一整個範圍 比如說有藍有列的話 那就二維串 串列 那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喔 我要取的是這個 這個應該假設我今天切資料的話 應該切出來 他的所影值一定是 0 1 2 甚至是應該2 然後血型是3 然後 手機是4 所以呢如果切出來的資料要取那個姓名跟手機的話 那我只要切出來之後 我再去取得姓名跟手機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這邊有個List1嘛 List1的話指的就是我切出來這一整個 總共有5個欄位的資料 然後呢後面點Sprits Sprits就是什麼 去切割嘛 有沒有 切割後面的話我跟他講說換行符號 那換行就是 每一個反斜線N的話 就指的是每一個 每一個列尾巴其實都會有個反斜線N啦 沒有這個前面有都講過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忘記喔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後面其實還有點Sprits 所以第1次是先切換行 那換行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喔 假設我今天已經把換行切開來之後 那裡面的話又有一串資料 我如果還要再切 你會發現這切裡面用什麼分格 用豆點 所以後面的話我再切一次點Sprits 按照豆點去把我分開 那這樣的話呢 再把這個 切開來的結果呢 放在lis2裡面 所以lis2裡面的話 就分別放這五個東西啦 如果你要取得 編號這兩個字的話 記得是在後面加上什麼 中瓜胡0 有沒有 中瓜胡0就取得編號 中瓜胡1就取得姓名 意思對不對 這個是中瓜胡4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喔 我是直接怎麼樣 取得lis2裡面的中瓜胡1 就是指的是姓名這一欄 跟中瓜胡4 指的是手機這一欄 有沒有 然後呢就是把它串 這個應該是我pain完之後 我希望 把它再輸出啦 所以輸出的話用串接的方式 S S指的是一個原來是空的一個字串 變數 然後把這個姓名跟手機這兩個字 中間加豆點 跟加換行 把它先放進去 S裡面 有沒有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應該是抓他的姓名 一樣手機 然後再放進去 因為S等於S自己本身 在串後面 所以 它會一直放到後面去 那我們最後呢 就可以 再開一個 所以如果要存檔的話 在 那個python裡面 非常簡單 就這三行 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這三行很重要 Ctrl Z 我把它再放大一下 好了 那 如果將來你要在 Essale裡面存檔 說真的啦 存那個 CSV 應該是 最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就三行 所以這三行 如果可以把它記起來的話 首先的話呢 就是一樣 F等於 Open 然後呢 給它一個檔名 然後呢 後面的話 豆點 就是 給 一個 W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怎麼跟上面很像 對 其實基本上最大的差別 就是把 R改成 W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話 因為要存檔嘛 所以關鍵就是利用 F物件 裡面的一個write的方法 然後把 S呢 寫到這邊 它就會把 這個S裡面的 剛剛創好的這些資料 有沒有 全部幫你存在 這個檔案裡面 有沒有write的進去 最後把 F物件關掉 這樣子就完成 存檔的動作 所以其實未來啦 當然如果沒有特別硬性 一定要存 Excel的話 那其實存 CSV 應該是最簡單的 OK 那只是說啦 假設 所以我們是一個假設 假設喔 我希望 可以把 以這個問題 改成 就是說我不要存 CSV 所以這個可能delete了掉 或者Ctrl-E吧 Ctrl-E就是註解 前面加緊字號 我希望呢 把這個地方換成 幫我存成 Excel 有沒有 檔案名稱也許換成叫做 Member底線 Rpt 後面加點 XLSX 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以這一題來看喔 你們可能 你想說老師沒教過耶 那我Google一下 我Google網絡一大堆 對不對喔 可是這樣Google看了半天 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寫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要請出那個 以前叫Google大神 現在可能要換成 這個Charge V大神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就把問題 告訴他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你要懂得敘述啦 不過這個敘述 我覺得可能表達能力 不要太差 不要你跟他講半天 他有聽沒有懂 不過我發現好像有些人 好像在 文字敘述能力好像 比較弱一點點 好不好 因為我發現那個尤其 因為我 那個學生裡面我發現喔 理學院的學生好像在做 這個程式上面很厲害 但是寫報告好像就不是太厲害 好像就是有些人沒有寫得很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這邊其實我有 一樣喔我就請出那個Charge VT 然後呢 我就把問題丟給他 所以我就 New一個Char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有問他說 這邊我好像有丟一些問題 那其實喔這個問題我丟過了 所以我就不重新再打了 那我的敘述是這樣 因為 我是直接丟資料給他 這10筆資料給他 然後請他幫我存檔就對了 那我可以拿 幫我存檔的這個程式嘛 其實就可以拿來應用了 所以呢我跟他講說請幫我寫一個Python程式 內容為 將文字資料 轉 存Excel檔案 然後呢 存檔的檔名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名稱給他 你還跟他講說你要存什麼檔 另外的話 那個檔案資料來源 你可能要告訴他一下 那當然呢 如果假設啦 你是 在根木屋底下的那個 你在這邊可以 可以改一下 你就不要說我提供給你 我有的時候我的習慣是反正我先提供給你 又不需要特別再去幫我 那當然 他寫出來應該不一樣 不過我會改啦 我怕你們如果不會改 不然你就是把剛剛的那個需求 對寫上去 不過還是會有同樣的問題 你還是要知道說 把它給你的程式 丟過去之後可能會有些地方 會有相容性問題 所以你還是要看得懂要改 好 所以呢 其實我也沒答很多啦 有沒有就大概幾個字而已 關鍵就是底下會把資料提供給他 甚至以後如果你要 要爬網路資料有沒有 你甚至可以把網址丟給他 他蠻厲害的 他還真的是幫你 寫出你要的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底下 他怎麼講 他說 可以使用那個 這個Python裡面的Pandas 可以完成 當然這個完成 Excel的讀寫這件事情 其實在Python裡面有太多了 至少10種以上 那一個比較好 OK 其實各的優缺點 關於這件事情 其實我有整理了一個 一個圖表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看第7個單元 第7個單元裡面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個 這個是我網路上找到的一個 一個介紹 我是覺得這個表做的 我本來是要自己重劃 但是 後來想一想有線程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用 然後呢你會發現 在 表格的左邊這邊 其實就是能夠處理那個 Python的模組 那其中的話最下面就是Pandas Pandas就熊貓了 不過他其實是同名 OKPandas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像什麼 Open PyExcel 這個也可以 那其實我自己用過了 我是覺得 像Pandas 如果你要存取的話 下面還有範例 如果你要Pandas寫資料的話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呢 他必須要 把它先 轉換成 他一個 裡面的一個 固定的一個 一個資料形態 叫Data Frame 那個Data Frame的話呢 一定要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 就是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一定要是二維的串列 那什麼叫二維串列 就是串列裡面有放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二維串列的 那個中瓜湖 裡面有中瓜湖 這個叫二維 有沒有 就是串列裡面放 其實 這個這樣看的話 其實這個就 假設啦 Esser裡面這個就是 1、2、3 就是第一列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第二列 有沒有 第三列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列 然後外面再刮起來 就是一個範圍 OK 然後呢 還要給什麼 給index index的話 就索引 他的索引要給 然後colum 就是 他的左邊 不是 colum 就是上面的那個 藍位名稱 然後index的話呢 就右邊的 這個應該就是 等於他的索引 索引當然理論上 一定是不能重複的 一定要給這三個 最後你可以什麼 可以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呢 就是 他 裡面就會建立一個 Data frame的物件 也許我們給他一個 物件名稱叫 DF 然後的話呢 最後如果你要把它 存成 Excel 他裡面有一個 方法 這邊你可以看到 點 to 底線 csv 那如果你要存成 什麼 存成 Excel 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把 to csv 有沒有 把它改成 to 底線 Excel 就可以了 然後面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輸出成 那個 Excel的 負檔名 叫 XLS 就OK啦 不過 我試過 我覺得 這個方法是可以用 但是問題 我覺得 好像沒有 比另外一個 模組 更簡單 所以 底下你們可以在 再往下 捲動 底下 其實我還有介紹 另外一個 可以 做出 那個 Excel輸出的 另外一個 模組 我覺得這個模組 似乎 我好像 比較簡單一點點 這個模組的名稱叫 Open Py嘛 就Py 然後Excel 這個我覺得 我自己用起來 因為你說到底哪一個好啊 其實真的還是親自自己用 我覺得會比較準啦 不然自己用習慣是最好啦 因為 到底哪一個好 網路上其實有很多人分享 可是 自己要 用的順手 那我覺得因為我自己 也會 寫那個 Excel裡面的 VBA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VBA的概念 其實蠻接近的 所以我比較可以接受 那如果要寫檔的話 基本上 這底下有些敘述啦 你們自己不妨可以 稍微閱讀一下 裡面的話其實 它如果要開檔的話 就是有一個方法 叫Low Book 然後 底下的話要 使用它的話 一樣要用Import的方法 把它Import進來 可是如果你的 電腦裡面沒裝的話 你可能要 額外去安裝這個模組 因為呢 在Python預設的模組裡面 我記得好像沒有裝 所以你還要學會 如何把 OpenPyExcel 這個模組把它裝起來 的方法 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至於怎麼做啦 我這邊其實有提供一個 比較簡潔的答案 因為這個是 那個 ChargePT給的 他第一個給的答案是 用Pandas 但是後來我發現喔 我覺得這個 用Pandas 不OK 所以我後面其實還有在問他 第二個問題 就是把原來的 上面的問題 複製貼過來 那我只有改 增加幾個字 幫我 再寫一個 Python程式的 後面加一個什麼 我就加一個關鍵 我說你不要用Panda 如果你沒有講說 你不要用Panda 我說你就用 OpenPyExcel 再幫我重寫一個 程式 你會發現喔 他還蠻聰明的 他真的就幫我寫出來了 有沒有 而且還跟你講說 如果你的 環境裡面沒有 裝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能要安裝一下 如果你沒裝 這個外掛的這個 模組的話 他還跟你講說 你要Pip install 先裝起來 才OK 那等一下我也會教你們怎麼裝 然後呢 底下就是 就是 怎麼樣寫 寫檔的一個 一個 程式 那你會發現蠻簡單的 上面是資料 資料的話呢 只要也是一個二維 二維的串列 有沒有 一個 中瓜湖 裡面的話呢 就一個資料 有沒有一個中瓜湖逗點 然後中瓜湖逗點 最後一樣尾巴 結束的中瓜湖 那這個指的就是一個data 反正就有點像一個 Excel裡面的一個範圍 然後呢 建一個workbook 這個workbook 等於就是一個Excel檔案 所以概念很簡單 workbook就是一個Excel的工作簿 就是一個Excel的檔案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worksheet worksheet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打開Excel 下方不是預設有三個工作表 那第一個工作表 點active 點active的話就是 先 啟動第一個 Active就啟動了 反正你預設哪一個就哪一個 一定是第一個啦 OK 然後呢 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data裡面的資料 因為data裡面有幾個回圈 幾個 這個 串列呢 這麼多個串列 那我就用 for each的方式 for 這個data裡面喔 幫我把這個data裡面的 一列一列的資料 先取第一個 放到這個roll 的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呢 幫我放到這個worksheet worksheet的話指的是 那個Excel的工作表 所以他會先放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第四 有沒有他這邊跑個回圈 append的話 實際上 就是把這一列的資料 放進去 放進去 OK 好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最後再save 就完成了 OK所以我覺得 這個應該不難吧 所以如果假設啦 用那個 open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這邊我好像已經有寫好的程式 在這邊 這個是 data 所以如果你要仿照的話 所以比較麻煩的應該怎麼樣 先要創一個二維 陣列 那這個的話我們目前是 或者另外啦 你們乾脆拿這一串好了 先把 這個 程式碼 從第幾頁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頁 第12頁這一串呢 你們先把它Ctrl C 就是 那個詢問chartgp回應 你寫入這裡 我們先把它拿來當範本 Ctrl C 然後呢 先開一個 空白的 我們先把它另外開一個 把它貼上 OK 好假設以這一題 範例我們先run一下 然後呢 我把它 貼上之後 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 貼上之後 這邊 這邊是資料 這字有點小 Ctrl加一下 有沒有 就先貼上之後 然後把它run一下 不過 可能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們 這個環境裡面 不確定有沒有這個模組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會不會他 他會不會 跟我講說 Namd 這個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呢 出現的第一個bug 就是 我先把這邊也放 這邊好像沒辦法放大 你可以看到 我一執行之後呢 在 我的 這個控制台 下方出現一個錯誤 這個錯誤的訊息 有點小 名稱叫 module not funl 然後呢 還跟你講 No module name的這個 那這什麼意思喔 因為它是一個外掛 那這個外掛呢 他不是預設就放到 Python的函式庫裡面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很簡單 你要學會 如何安裝 Python的外掛 OK 所以以後的話 進階的 應用 一定會遇到 因為 Python 最厲害最強大的 就是 他擁有 非常龐大的那個 而且是free的 一堆外掛 光那個Python官網上面掛的 就三十幾萬個 一個外掛就是一個解決方案 像OpenPy Excel 這個 就是可以解決 存取 Excel的需求 OK 一個就 那你會發現 只要你想得到的 其實人家都寫好了 所以 你要學會就是 如何外掛 然後如何看懂 那個模組裡面有哪些方法 可以解決你什麼樣的問題 那 也許你沒用過 沒關係啦 其實看它那個範例 大概知道 怎麼用 你就可以達到那個 那個需求 好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第一步啦 你們先把程式貼過來 但是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 它沒裝 那沒裝怎麼辦 接下來我的習慣 如何裝 再來如何安裝這個 外部的module 我的習慣 先開啟 這個 檔案總管 找到我們 低疊底下的那個 Python384 OK 然後在Python384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 Scripps Scripps裡面的話 你們看一下裡面是不是有一個程式叫PIP PIP有沒有 那其實安裝那個 外掛就要靠它了 我們來看一下 PIP 其實很簡單 執行那個 安裝的部分的話 就是 甚至剛剛你們有沒有看到 在執行那個 Charge BD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 在最上面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安裝的話 它還很貼心跟你講說 你要把它裝進來 然後指定的話就是 PIP install Open Py Excel 好 那我裝的方法 跟各位講 一 先開啟到那個 低疊底下的 Python384 的Scripps 你要先確定你根部應該有這個PIP 主要是靠它 二的話呢 呼叫命令提示資源 跟各位講 安裝外掛有點麻煩 要自己打指令 也就是你要呼叫 最原始的DOS模式 打上 PIP install 這個指令 怎麼打很簡單 直接請你先進到這個目錄 點一下上面的 那個 這個什麼 它的 資料夾位置 在這個地方輸入CMD CMD的話就command command就是呼叫 DOS模式 那這個時候應該我們已經在這個目錄下面 所以你Enter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好處是說 他會自己有沒有 直接把這個目錄幫你帶到 D冊號斜線 Python384的Scripps 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進到這個目錄裡面 因為我 當然如果你以前會DOS的人這個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不會用DOS的人 請你用這個方法最簡單 你就不用再去學 你說 老師那我是要學DOS 不用啦 DOS誰現在誰在用 老人才用這個東西 對不對 而且會用DOS的應該年紀都蠻大的 在座有人會用DOS嗎 好 沒有人敢回答 好 沒關係啦 其實DOS裡面還有蠻多好用的東西 不過這也重要了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OK 因為你現在會用 你會在幹嘛 現在沒有人需要用這個東西 好那接下來你就把PIP INSTALL打上去 PIP 當然如果你 你 記不起來的話 你就是 看一下 我好像有把它貼到雲端上 PIP INSTALL 然後空一格 那個叫 OPEN 字有點小 OPEN PY XL 就打這樣喔 這個我看一下 如果這一串 因為這個字沒辦法 放大 我看一下這邊 可不可以放大 編輯 這邊內容吧 內容好像可以 這好像字形可以 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28看看 反正就打這個啦 PIP INSTALL 然後OPEN PY XL 然後按個Enter就可以了 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所謂的意外就是說 你的電腦裡面 沒有裝太多乱七八糟的東西 因為 Python的話 也有可能 就是 裝 你可能有裝一些別的版本 像Anaconda 那這個方法就不適合 它可能會裝到 預設的那個環境 可能你的環境變數 如果設定到那邊 那就會出錯 這個方法只適合就是說 你只有 用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 那就沒問題 我看一下它裝到哪邊去了 裝到這裡OK 它裝到這邊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出現 表示說呢 你已經成功的 把這個 OPEN PY的版本給裝 而且它這邊會顯示版本 這個版本不重要啦 不過 就3.12吧 有沒有 好 那 這個是方法1喔 方法1是你的環境是單純的 但是之前有蠻多同學 環境沒有那麼單純 結果一輸入 一安裝 好像有成功了 但是一用還是 No module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電腦 你不只裝一個 Python環境 它 你 它變成說你現在裝的 你現在使用 A的版本 它幫你裝到 B的版本去了 所以你永遠 裝過了之後呢 你再裝 它還是到 B的版本去 所以 如果假設啦 你這個方法不OK的話 可以用方法2 待會我再跟各位講方法2好了 如果 特別需要 試試看 我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先到 Python384裡面的 Squips 然後上面點一下 打一個 CMD Enter 然後在這邊打一個 PIP PIP 空一格 空一格然後 Open 然後 PY XL OK這個 然後Enter就可以了 因為我裝過啦 所以它跟你講說 已經Already 有沒有已經有 已經裝過了 所以就不用再裝了 好 好 這樣應該OK吧 C也一樣啊 Mac的話 Mac你可能 Mac Mac好像就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 打開 我 可以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